- 回到台湾顾问团 那台湾现在一一了解 到底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难题 我们请闻君带我们来看 现在的暴力事件很多的情况之下 现在要懂得会自保 来看看刚刚讲到彰化基督教 因为这个急诊室的蔡医师 今年被打了 最后现在感觉决定自费去学空手道 以防再被打 好 三种这个外科教育病房的护理长 也是自费学的是巴西柔术 他说以防万一 因为大家都曾经出事过 那现在台大说怎么办呢 每年要给这些医护人员 有心理资商的机会 因为很担心他们心情受伤 怎么会搞到这样的地步 台湾的医疗水准实际很高很高的 但现在对医护人员来讲 环境很恶劣 台湾的医疗水准或许是很高 我应该对不起 跟这个讲台湾的医疗水准是很高 但台湾民众的公民的道德教育 似乎是有一些些的问题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我相信不管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或者是医护人员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居然要求他们去自保 我想大家看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现在被暴露在媒体之前 就是说这些曾经受到 伤害的这些医护人员 不管你是医生 或者所谓的护理师 甚至是在医院里面的志工 其实被暴露在媒体前面说 他们受到伤害的 那样的一个比例 跟没有被暴露在媒体之前的比例 我相信是有非常大的悬殊的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事实上如果从这一次的 这个王贵芬的这个案子 回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很多的爆料 现在陆续的出来说 他已经很久以前就这样了 那为什么之前大家都不说 所以现在我听到有一些声音 是也在检讨医院的方面 就是说当医院面对到 这些所谓的特权 或者是使用暴力的这些事情 你的医院态度 是不是要求你的护理人员 或者是你的医师 你忍一忍 还是你认为说 你会去站在坚持 要去一位医护人员 去替他说话的这样一个立场 当然透过修法是一种方式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如果大家会希望说 如果我要修医疗法的话 你如果对这个医疗人员 采取暴力 那我就是用公诉罪的方式 直接就可以移送到法 但我会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 其实医院自己本身 它是一个第一线的 在维护医护人员权益的 这个第一线的把关者 这个其实就跟刚刚沈娜 或者是其他来民讲到的时候 警局也是这样 你有时候为了升迁的时候 你就叫下面的人忍一忍 什么事情都不要讲 那我认为其实或多或少 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些人 做了他的帮凶 比如说我们助长了 他们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成长 即便我今天修法了 但是如果医院隐忍 以后遇到通常的事情 他一样隐忍 医护人员还是没有保障 他可能以后不是要找这个 去学这个空手道 他可能要自己自费请保全 或者请保镖在他身边 结果我认为 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对台湾的医疗 或者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 是一个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谢仁俊 其实没有上租媒体的相关的事件 其实恐怕是更多 不知道多到多少倍 那现在出事了 因为我们的相关立法委员 开始认真要讨论这个法 是不是该赶快修一修 因为今天这个事情 王贵芬事情 陶渊县卫生局说 那要罚他三到五万块钱 所以刘副秘助长 因为我们的医疗法 第二四条规定 就是罚三到五万块 目前只有这样 没有刑责 没有其他的责任 那现在说 那要不要告诉哪论 改为公诉罪吧 那么说呢 现在还要增定刑责 看能不能够加强一点 像现在说呢 最高可能无期徒刑 甚至呢 自认于死可以死刑 我们通常都在做 亡羊补牢的事 这也没办法 因为就像刚才 任君说的 很多的事情 并没有曝光出来 是 就不知道它的严重性 但是已经曝光出来 都很严重 这很严重啊 刚才我们张理事长 那几张照片 那已经不得了了 各位还记得 有一个演员 对不对 他也是这样子 就是张姬的这个case 是是是 他那个简直到离谱了 对 那当然我们也听过 到急诊室 由于急诊室最糟糕 很多人很急嘛 家属很急 其他以后就觉得医生 好像动作 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快 对 可能就要出手了 甚至于说 再招一群兄弟来 对不对 甚至于说 两派在打的时候 那个搞不好 搞不好张医师 在依刘文雄这一派 那那个 看能俊那一派 就说你不能依他 那也搞不好 因为被打一顿啊 对 确实欲过 确实欲过这样子 黑道杀进来的时候 就这样子 你就不能依他 你依他我就打你 那医生怎么办 救人 不能够分黑道白道 就不能依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今天的立委反应得很快 可以看得到 整个社会氛围 都不一样了 国民党今天做这样的处分 其实相对的也让 邱一寅也很难看了 民进党很难看 民进党没有动作 可是各位可以发现 前几天不是亲民党有议员 写说要求战 去日本考察 也被我们做了一些处分 所以这个社会氛围 已经到了说 很多事情必须改了 今天我要感谢赵天宁委员 还有那个全国议事公会的 这个也孰心权委员 还有王宇明律师 这个很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做的 更有利一点点 甚至于说政府是不是给这些 急诊室的这些人 有更好的一个保护 我们现在谈到急诊室 因为当然这个 这个法定完以后 就不只是急诊室了 但急诊室 以现在台湾那种社会 你说车祸 疾病 现在大家 我刚才跟张医师在讲 我前几天去 去那个马歇院院 看一位老同事 哇 那个急诊室 简直疯狂了 我们自己的 我自己的父亲 到国台医院急诊室 也一样 那急诊室的人 疯掉了 这个急诊室幕条该怎么办 但是所以说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让医生有一个 不要说很好的环境 至少一个免于恐惧的环境 很重要 至少免于恐惧的医疗环境 在这里刚才张医师有讲到 您就碰过那个 两派人马杀进来 然后那最后怎么办呢 你应该依谁啊 我 那情况是这样 两派人马 对 在KTV欧打 然后送进来那个病人 我帮他缝合 是 额头 是 我正在缝合的时候 另外一派人马就冲进来 因为像委员讲的 那个急诊室空间太开放 都是黑衣服 冲进来 冲进来也二话不说 他就拿那个 减伤那个椅子 那椅子很重 对 就这样往 他其实要丢我缝的那个病人 可是我就在旁边 所以还好 我没学过武功 不过我闪的还蛮快的 那有砸到他吗 没有 没有砸到 也没砸到 我就把病人一起推开 哦 是是是 所以 我就说暴力事件 其实是要防范比较重要 发生之后 其实大部分 有时候是来不及的 像那个医师被水果刀 插到肚皮的 他也是往后退了一大步 只要他没退那大步 就已经窜过去了 太可怕 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所以 非常严重 我们很希望说 在处理暴力事件 不要那么消极 叫我们去学武功 叫我们学医学伦理 医病沟通技巧 这些我们都会 是 可是最重要是从源头 就是 我常说你一个正常人 你会去给警察两巴掌吗 不会吗 并不会 因为他在执行公务 他在维护安全 对 那同样 医护也是一样 在救人 对 你打伤医护 其实是伤害到他照顾的病人 对 而且现场病人是很多的 所以是公民水准要来提升 但王阳博劳的法律要不要修 当然也要修27年 没修了 我们待会回来